大家好 今天是12月8日 星期三 市經過勤劣一輪急升後 今早市況有少少高台的警固 其實是很正常的 始終市升得比較急 多或少都有些短炒的獲利回途出現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恆指先高了107點 達到24,090 曾經輕輕再升到24,097點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 因為買盤有少少保留 加上零稅的回途沽額湧現 結果市況曾經一度反覆 而低見23,907點 即是這一分鐘 輕輕跌了76點 直到現在大約11點半 整個市暫時都整固在24,090的水平 再看看12月份的市況 直到現在這刻 市仍然是先低後高的形態 由6日的低位23,314點 升到今早的高位24,097 即是今個月的市況 暫時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升了783點 第一,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 不應該同時期出現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即是 只要先低後高形態不變 理論上市是會進一步向上穩 今個月的高位 假設低位是6日來算 一般來說高位 應該是在月中至20日 左近才會出來 大家留意 第二就是 783點的波幅 都還是比較小 上個月 11月份都跌了2571點 今個月我就當你1000點 1200點的波幅 不是太多 或者1400點 只要低位是23314 高位在哪裏 用計數機一計算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10天線已經跌到23870點左右 換句話來說 以現在的市 不理你今天的高位 24,097 或者今早的低位 23,907點 都是走在10天線上 換句話來說 整個市況 技術上已經出現一個 轉定的勢頭 沒有變 在移動線方面的看法 只要指數 一直穩守在10天線上 理論上的大市 第一 已經擺脫了 早前不斷向下沉底的威脅 已經擺脫了 第二 穩守10天線 進一步向上往的移動線 事必一定是20天線 大約在24536點左右的水平 當然 這一陣的大市 有少少的反彈 都只是月份波幅形態的回升 不是代表今年的市跌了 但現在開始有個聲望出來 絕對不是這回事 因為市場不明的因素 仍然有很多 包括 中美的關係 仍是緊張 中概股近期 雖然有少少的反彈 但是 相對累積的跌幅來講 現在 這一分鐘看到的反彈 是很溫和的 第二 內地的政策 始終仍是緊箍的 包括騰訊 阿里 美團等等 亦如是 就算股價有少少回暖 反彈 都是技術上的後抽 當然 第三 還有一個冠狀疫情 事實上 新的冠狀病毒 出來之後 對消費 旅遊 或多或少都有影響 但是 我想強調一件 破壞性 不會像去年突然爆發 那麼厲害 當時未有疫苗 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是害怕的 恐懼的 但是現在這分鐘 疫苗已經 免得很久了 其實很多人都接種了兩劑 大家會知道有這件事 當然要 做回一點 自己的風險管 包括口罩要戴得好 人多地方要自己保守一點 不要站得太近 但是 會不會像去年那天那麼害怕 我覺得是不會 你只是看美股的走勢已經知道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明白的 就是 去到12月份 或多或少都會有粉飾儲倡的效應 不過這個所謂的粉飾儲倡效應 可能都是有限度的 不是代表有粉飾的大市就會升很多 只不過是扶回玩 已經都是粉飾的其中一個部分 好了 質問中午時間的分析 我就到這裡